先生 大家好 我現在要為大家示範 我們在情節的研診 我們的長輩 當他有排泄物的時候 他就是會沾忙整個重複 我們首先第一個步驟 就是要先把大部分的排泄物 把它衝擊掉 一方面的話 就是可以減少濕子劑的用量 二方面可以減少 我們去摩擦到皮膚的頻率 所以當長輩 他如果說就是有排泄物的話 我們都會 我們在家後面兩個準備這個步驟 所有有關一次招惡的設備 都在裡面這樣子 因為我們招惡的過程是有點反鎖 那這個可以減到我們的 就是一個工作人員跟工作人員這樣子 那我們就會準備這個沖洗果 沖洗品這個在家裡也可以準備這樣子 裡面放一些溫水 那我們就幫 就是可以把大部分的排泄物 其實從上而下 把它先大部分身沖掉 那泄物的地方也要清洗乾淨 然後將大部分的排泄物沖掉之後 剩下的就是還會有一些殘留在我們的土布這邊 那這個步驟就相當重要 因為這一個步驟的話 它排泄物是跟我們的皮膚是比較緊密結合的 尤其是如果有一些皮膚發紅 進入或是排泄物比較黏的狀況之下 我們就不能就是用濕紙機直接這樣子去擦拭 所以在擦拭的過程當中 可能會造成皮膚的磨損 那如果要原本受到我們的皮膚 在我們的經驗狀況之下 它就是會做得更嚴重 然後甚至會有流血的狀況 那也會引爆我們長輩很痛的狀況 所以當它我們有排泄物殘留在上面的時候 我們就會建議用我們的解骨液 有液狀的跟泡沫式的 那我們就跟病人 就是我們長輩的排泄物狀況來選擇這樣子 那比較不黏稠的 我們就用解骨液來做使用 那我們就是在我們排泄物的地方 讓它跟上一些解骨液 然後我們等待一些時間 讓它可以就是稍微去溶解一下 我們的排泄物之後 我們就用我們的赤子巾或結骨巾 盡量用中性的 不要含有一些香菌之類的 一些清潔用品這樣子 那我們用輕拍的方式 我們一般在家裡都會用摩擦的 這樣子不好 然後甚至有的照顧者 他會直接用尿病 然後直接來做擦拭 這個都很容易造成我們長輩皮膚的手術 這樣子 所以當我們一次清潔油上去之後 我們的赤子巾 是要用這樣子清開的方式 把那個排泄物把它拍下來 不要用這樣摩擦 這樣子皮膚跟落筍這樣子 然後要注意作折的地方 也是要這樣子清開的方式 將我們的皮膚清潔乾淨 那之後當我們清潔乾淨之後 我們皮膚上面會濕濕的 那當我們皮膚上面濕濕的時候 我們要讓它擦乾 以免我們如果尿布包上 或是沒有乾淨的情況之下 我們長輩的皮膚狀況 就是會被受到的禁溫 所以我們在我們的 清潔步驟裡面有一個 就是開乾的部分 就是用按壓的方式 將我們的長輩皮膚幫他弄乾 那痛乾之後呢 我們最後一道就是要 幫他塗上一些保護皮膚的 一些長輩的分量 被皮膚是比較薄的 而且比較偏乾燥 那在這種狀況之下 讓皮膚比較容易受損 那我們的皮膚的一些保護霜 它是比較有益 可以清潔一個保護膜 比較有油脂 那也可以減少我們 我們排泄物下來的時候 會直接吸收到我們的皮膚 那我們就是我們的 有兩種一種 刺濾控性保護膜 它就是可以直接 分在我們 完美的服務的地方 它會形成一個保護膜 然後讓它自然乾燥 當下一次如果有油膽排泄的時候 它就會形成一個保護 我們的排泄物 會直接就是吸收到我們的皮膚 那在試用的時候 就是要說就是 除了在腹部的地方 然後還有在我們 股膚的兩側 就是我們排泄物會接觸到的地方 都要就是有這些皮膚保護 你的這個的覆蓋這樣子 那另外有一種就是比較 比較普遍的 就是我們小肚療小肚療 也是很常在用的皮膚保護霜這樣子 那這個塗抹方式就是像跟我們插保藥一樣 不能整個就是塗上去然後紅紅的一層 而且這樣子的話就是會變成 反而會變成不透氣 所以當在試用的時候 可以把它擠在我的手上一點點就好了 然後用點狀的方式這樣點上去 然後之後慢慢的推開 慢慢的推開 就是在骨骼的地方 兩邊然後骨骼的地方 跟我們的骨骼的地方 就是把它推開 推到沒有白色的顏色這樣子 那它突然就會形成保護膜這樣子 那上完我們保護霜之後 最後就是要通風 那通風你們的長輩 他如果平常是臥床的 比較沒有在就是起來走動的 那我們就可以把尿布打開 或是使用康熱鏈就可以這樣子 然後保持通風 如果我們就是要不穿著 那如果天氣又悶熱 我們雖然說沒有排泄 但是它就會產生就是流汗 那也是會造成臥皮膚進入的問題 所以長輩他如果沒有起來 活動過場的話 也建議把尿布打開 或使用它OK就好 那為了疑似性 那我們長輩在蓋瘟肺的時候 就是可以用橫空的方式 如果有床欄就是滑在床欄上面 那如果長輩是意識清醒的 會走動的 那他必須要包吹尿布的 那我們的材質就是必須要 盡量選擇護織布的 就是可以透氣的這樣子 往前不會溫住 這樣 那我們在17C體肚臍的 照顧上面對展開來 是非常重要的 因為如果沒有照顧 除了會造成疼痛以外 還有感染的問題 那另外一方面 長期過重的病人 就是都會造成壓傷 陸瘡的這一個部分 那這一個部分 就是會造成後面的很大的病人 痛啊 感染 那可能會導致護院啊 症候 一些症候 症候 那後續的醫療 症候也是會加起來 因為是非常地 避難非常地重 這樣子的症候 然後 我們今天主要是有要注重在屁股 同胸這一個塊 所以這是類似的東西 但是不一樣 是不一樣的 因為我注重 屁股負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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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負責的話 因為保濕部會比較高的產品 會比較好一點 重點是保護保持皮膚的完整 因為小朋友用的標準的話 就好像是 嬰兒的皮膚大部分都是完整 而且皮膚沒有到我們老人家那麼薄 基尊點不太一樣 老人家的皮膚是比較比較容易過 因為它是小 嬰兒是比較充滿純分 它是不太一樣的東西 那我們是建議會用一些比較保濕 保濕保護皮膚的一些 雲膚保護霜來做會比較靜點 基本上的話 外造成龍腿 出大部分可能是一些 體重比較不方便或是臨機大 它同時會犯出一些 水汽或是容易出現的在我們家上面 那一開始發生 不一定要把他們彈到醫院 可以先用這些我們建造的方式 或者是說 可以比較積極的更換 你用膚把它清理乾淨 直接居家沒有用 如果做完之後 它的皮膚狀況還是沒有改善 我們要容易破皮膚 走發發的狀況 這樣 類似情況 先到皮膚科 或是發炎科 或是人家 分了什麼整體的作品 不需要一發現 我們就馬上走 可以先做 做絕過的距離 基本上要 你要確定那個藥膏是什麼東西 那有些類似 類似的一些藥膏 在清理乾淨之後使用 應該也是可以的 可是 盡量也不要太過 因為我使用太過 類似類似類似的東西的話 其實皮膚也會慢慢變老 事實上它反而更容易受到受傷 適度的使用 不會 會拉比較 發紅 暗線乾淨的時候 它會比較容易改善 只是說 它 用過多的話 會造成皮膚的一些變靠 比較不適合 適度使用只是建議 但是如果用過多的話 會造成皮膚的受傷